哥哥爸爸真偉大 妹妹背著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非得的下午 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厉害了 2点07分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真的是厉害了 这个台股今天我们又见证历史了 大涨了700多点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虽然这个我们都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疫情人数嘛 但其实呢 如果你有一些这个投资群组的这也比较内线啦 反正就是消息会传来传去嘛 那这些消息呢 其实就是左右股市涨跌的东西 对那其实呢 这些消息都会提前知道 不一定准确 但是他会不会有人过一直放假消息 你如果放假消息的话 你也要有足够的公信力啊 就是你要确保你的讯息可以传播的出去嘛 反正呢今天呢这个台股就是标涨大涨了 然后这个确诊人数呢今天来到了245 可能呢有些听众说 哈还是比昨天来的 是不是已经比较少了啊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在关心这个数字这件事情 我没有在注意在数字这件事情上面 几天马上这个人数降下来这个有点厉害啊 哈哈哈哈 有点厉害啊 好的那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来到了星期二 星期二呢就是要来教大家赚钱的时候 今天呢要来为我们带来教大家赚钱的方法的是一位销售专家 他名字很酷耶 名字超酷的 叫做聂继承 聂呢是聂小倩的聂 三只耳朵的聂 是不是信聂的人都很会听别人说话呢 那我想信灵的人就是很会众数了 那信 李呢 很会在树下生孩子 也许是他都 而我会在这里 为你加油打击 我只是一座直线日 我在你故事的半途 你可以结果不结落的痛 要为你停住 除非你却笑一种 才有百分之百的精度 无论我的活不得 无论我的活不得 那么昨天晚上呢 其实又接到了这个讯息啊 这个是今年来的第二次 可以说是一个礼拜来的第二次了 就是又收到这个紧急通知 收到心惊胆跳耶 一收到第一件事情干嘛呢 卡提阿第一件事情是充电 充手机的电 真的耶 现在普遍就是每个人只要上去说我要充电了 行动电源手机笔电全都要充 就先充这个手机跟行动电源先充宝宝 想要当电力财富自由的人啊 那用电量飙高啦 其实呢也是今年的梅雨在哪里呢 还没来耶 为什么不降雨咧 那一直热下去啊 需要起雨 需要跳下起雨舞啦 好 记得上个礼拜呢 5月13号大停电之后 昨天呢又分区轮流限电 又还是轮到CD组 这个东西啊 以往呢还没有被限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们自己是哪一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英文数字是什么意思 现在大家就知道 H是天龙人 H不会被写到 你是不是H嘛 这不好说 好 那Catia抽什么电啊 你们家就是H啊 那因为昨天呢还是CD组轮流停电 影响了差不多66万户 所以有很多人就抱怨 那有些人就说他是什么摸黑洗澡的啊 然后很不开心啊 结果呢 在今天一早的时候 用电量就突破了85% 台电说 未来 未来有可能 有可能 从一组开始依序执行 那原本呢 这个紧急的轮流分区供电的停电呢 是一年就会规定说 喔今年就是CD这两组你们轮啦 这也是我这一次才知道欸 对 那如果这个今年会一直跳的话 那CD这两组实在是衰到爆 有在演你 有在想 以前没有发现过 有在想 是不是呢可以这个换其他的组 大家互相cover一下啊 没错没错 那当然还是请大家一样啊 就是神殿啦 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随手关灯 有些人的这个习惯 可能就是没有从小养成嘛 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节俭的家庭出身的 所以是有时候甚至我都还在看东西 我的灯就被关掉了 有人家以前想说睡前是打开总开关 啪然后关掉那一种 就是你只要不在那个房间 你的灯如果没有关 你是会被骂的 可能会说你又不在 你为什么不关灯 那样子 但也是长大以后遇到不同的人 我才知道说有些人就是喜欢整个家开的灯火通明 那其实就共体时间啦 这个养成好习惯 就是节电的好习惯 同时呢这个 台电也有在做一些其他的措施啊 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个缺电的难关啦 那么今天呢2点12分 我们的达人已经在线上等我们了 对今天的达人 本来应该是要面对面跟他讨教的 要感受他的那个眼神啊 要感受他的气场你知道 他的这一本书这个气场之强大 从百万到百亿耶 OMG 一百万到一百亿耶 这后面多了几个零啊 哎呦几倍啊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 没有办法就是请到今天的这个金牌业务 来到现场 金牌讲师来到现场 让我们现在呢透过电话线来掌声 欢迎今天从百万到百亿的销售绝学的王者教练 聂继承聂老师 聂老师好 两位好 两位好 马克跟什么 玛丽 是的 两位好 对 就是拜读完这本 对啊 拜读完这本书之后啊 从百万到百亿 我很好奇就是聂教练自己的这个career path 是什么就是你的职业是 一开始是 呃 我们就从最原先开始啊 从求学开始讲起 好 那好求学 好 呃 呃 老师以前想说是什么个性的人呢 呃 呃 你现在是问我从求学开始还是我个性啊 求学开始 没关系 好好求学齁 其实我当学学的是企业管理齁 所以我在很早出社会的时候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 去验证所谓的企划 嗯 企划啊 一个公司企划 嗯 但是说实在说实在 当时做企划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 嗯 那我觉得我当时做企划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公司有很多业务员 但是我觉得他们 嗯 嗯 那个眼神当中或者行为里面呢 好像不是太看得起我 啊 对 会这样子 他们也觉得反正你没什么经验 嗯 你怎么一大学一毕业一直当什么企划 哎 然后有一天啊 就过了 差不多一个 我到这个公司大概一个多月 有一天我的老板总经理 他就 走来跟我讲 他说哎 小练你有没有空 我说可以啊 老板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到楼下去喝一碗绿豆汤 哈哈哈哈 喝一碗绿豆汤 这天气也像是 现在这样在五月份的 我记得是五月份的 嗯 然后我们公司在那个 欢迎街嘛 特別是新公园旁边的欢迎街 嗯 嗯 那边有一个酸梅汤 很有名 他也卖绿豆汤 嗯 那我记得 我们总经理就跟我讲 哎小练 你有没有兴趣转业务啊 哦 嗯 转业务 那我一听 我吓我一跳 哈哈 虽然绿豆汤很好喝 可是我心里觉得 蛮忐忑的 我说哦 我不是太愿意去做业务 嗯 然后他就一直劝我 他说哎你看啊 我老板就是做业务出身 他觉得这个男孩子啊 应该是做sales 做sales 开始来做你的社会工作经验的开始 嗯 但是那个绿豆汤喝完 我还是摇头了 我还是没有 马上答应了 哎过了一两个礼拜 他就 就来找我 他说哎 你要不要考虑上次那件事情 我说总经理我还是不要 我还是做企划 嗯 然后他就说 他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 你你你 你先做 做业务 做做看 你做三个月 如果是不太适应 那我再让你回去 嗯嗯嗯 做你的企划这样子 嗯 结果这个 我后来一想 反正人家也给我这个 下台阶 你有后路了嘛 后来我就答应了 我就好吧 那就 六个汤也喝了 老板也这么动事 这一段 我就三十几年没有再回去了 我一直在业务的领域 哈哈哈哈 就呆下来了 嗯 所以嗯 我觉得从大学开始 我觉得我本身就 很喜欢有创意 就是 比如说我记得 我很年轻的时候 跟我同学去逛 逛士林的夜市 嗯 逛士林夜市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时候很多人就是 好像跑单帮嘛 他就弄一个皮箱里面 装很多的这个 女孩子的事物啊 小玩意儿 小玩意儿对 然后带耳环啊 或者是干什么 这种饰品啊 我就跟我同学讲 我说他这样子卖好像不行 这样子传论大家都是这样卖 我说他为什么不在旁边 弄一个人形立牌 比如说把那时候我们流行 那时候把什么林青霞啦 林凤娇啦 那时候的明星嘛 老师你是林青霞那个年代 哦 那就不要猜啦 哈哈哈哈 差不多 不是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时候是我们的偶像啦 那我就跟我同学 我说他如果把那些视频 他旁边弄很多人形立牌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卖 那我同学说你怎么会这么讲 我说不然你这东西都摆在一个箱子里面 怎么会有让给人家卖的感觉 因为视觉上就不对啊 那我觉得我这个特质啊 其实对很多事情我很好奇 然后我还有新的想法 我觉得我很喜欢去 去有自己一个比较创意的一种想法 那刚好我出了社会以后 刚刚讲的就是我总经理 就让我去做业务 那我在做业务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我 一天到晚就喜欢 沉浸在那个做业务过程当中 有时候在路上啊 走路啊 吃早餐啊 吃饭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跟人家 研究一下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谈判是这样 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做 就慢慢培养我的兴趣 所以慢慢的我就第一个工作 然后再来到联强国际 那联强国际就带了书 那这样的话 我整个从基层做到高阶 那也从从台湾做到大陆去了 那自己自己也会做 然后也会教 所以我就开始写一本书 我自称为教练 业务的教练 因为我对业务怎么做 或者是一个人的业务怎么样 他做好 他的心态 他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他的意识 他有什么想法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大概就是我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这个王者教练 从一开始 也是没有想要做业务的 就是阴错阳差的 然后踏入这个业务的领域 没想要一去不回头 现在还开始变成 一去不回头 教别人在怎么样做业务的教练 那么出了这本书 从百万到百亿的销售绝学 因为百万到百亿 真的是一个很 很夸张的跳动 很大的数字 等一下可不可以自己教练 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是如何从百万到百亿 因为这个在上面有写到说 训练这个业务人 这个业务员 一个人的产值 从85万可以拉高到2亿 一个人可以为公司 带来2亿的收入 这个非常夸张 我首先跟大家聊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什么是A咖的业务员 一个A咖的业务员 他基本上他要具备有七个元素 七个 第一个七个元素 A咖的业务 这是我个人的这辈子 三十几年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很坚强的信念 我们所谓的信念 我们所谓的信念的问题 因为你相信什么事情 而且你愿意为那些事情付出 这样的态度 就决定你后面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要成为A咖的业务员 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把中间的事情做好 但是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 通常会比较容易忽略 所以做业务员 你前面的这个准备就很重要 像我记得我刚退伍的时候 我开始做业务 我说实在像不像这种夏天 我大部分六点多就开始出门去公司了 我到公司的时候 通常差不多七点左右 那时候住板桥 那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时间 我就看报纸吃早餐 还要准备想想今天要做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是 比如说半年半年正式上班的时候 事实上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做好 至少我当时在当下我做好天天 或者是零天我该做什么事情 有些事情我都把它想好 或者是准备好 所以第二个元素是准备 充分的准备 那第三个是参与 我把它认为参与 一个所谓的参与是什么 就是说在公司内或者公司外 或者是整个产业 有什么东西是你要参与的 比如说开会 或者是看到别人 成交一个case 那你怎么样去跟他有交集 然后问一下他到底怎么做的 就是有些活动 你要参与 那第四个元素是学习 其实我早年的时候 我很喜欢去听年讲 尤其是对于如果有个题目说 哎呀这个 当时我们薪水很低嘛 我常常喜欢去听说 假设有年薪破百万 在民国七十几年年薪破百万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嗯 对对对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听年讲啊 然后去看一些书 然后尤其夏天 有时候在外面跑业务也很辛苦 那我发现很多人摸鱼 就会跑去什么麦当劳啦 或者是 或者是喝什么 我大部分都溜去图书馆 嗯 我大部分都溜去书店 或是图书馆 所以我觉得学习 是让我往后的工作很 我觉得还算不错的地方 我的第四个 那第五个是纪律 那你如果不是一个很守纪律 而这纪律就是说什么人 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你就要做什么事情 嗯 尤其做业务 它业务也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工作 嗯 越自由你越需要距离 纪律去维持 否则的话呢 就是你今天跑去外面 公司可能也不知道 晃一天 其实我们常常说是叫做摸鱼吧 那有时候 我们常常想到底是摸公司的鱼 还是摸自己的鱼 嗯 所以这个纪律就很 第五个元素 我认为非常重要 嗯 那我觉得我跟我身边 或者我的同事啊 或者是一般的 在社会上做业务的比起来 我觉得我纪律性 是算比较好的 光是看第一点 聂教练早上7点就可以到公司 就是很惊人欸 对 我那时候是打卡 我跟你讲 我曾经有一个月 打卡 打6点多的打了5次 哈哈哈 对啊 会这样子 我就不晓得 为什么就是 很投入啦 很喜欢上班 反正那时候还没结婚 反正醒来 天气就一个人 然后就赶快去上班 那我觉得 这个就刚讲 这个是 一种习惯 所以 第六个就是应变 这个应变力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 有些时候是有点欠附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 来自于你知识的累积 或者知 资讯的累积 这个东西如果如果不够 你的database 你的脑筋 你的经验库不够的话 通到事情来的时候 你没办法反应 然后就是 就是非常被动 或者是找不出解决的方式 那最后一个就是检讨 就是 你没有一个业务员说 他 永远是十全十美的 但他任何时间 他都有失败的可能 或者做的不够周到 或者有缺陷 所以他一定要不断的检讨 所以我说 首先我们就来谈 因为你们很好奇说 百万到百亿 我觉得一个A卡业务员 其实 刚刚我讲的 信念 准备 参与 学习 纪律 应变 还有检讨 这七个元素 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我谈到的部分就是 其实做业务员 我自己把它分为六个层次 六个层次的业务员 那第一个最低阶的 就是听过你 别人曾经听过你 也听过你 这个人可能做过保险 这个人可能在卖房子 只是听过而已 但对你来讲 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也不知道 他如果跟你进一步接触 你能再赖给他什么 第二阶段就是认识你了 从听过你到认识你 认识你就是说 我认识你 你在哪家公司工作 然后你大概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偶尔可以 帮你稍微介绍一下 但是不够深入 当别人问起来 说那你做保险 那我同学也在做保险 你给我介绍这个人 跟我同学做保险 他到底哪里不同 我相信这中间的这个介绍人 他就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只是认识你 第三个程式就是接受你 他开始接受你了 如果说保险 可能愿意跟你谈保险 然后愿意给你机会 听听看你怎么说 或者是有小的这种 一般来讲意外险 或者是什么险 他就让你做做看 用小单子来try你 这个叫做接受你 第四个程式叫满意你 就觉得你很满意 你的产品 你的内容 你的服务 对他来讲他觉得很不错 在他过去所有的经验里面 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觉得确实是让他印象深刻 他也非常满意 也愿意继续跟你成交 最重要是后面这两个 这两个才是ACO一定要做的 第五个叫指定你 非你不可 这个时候他出现的行为就是 他非常欣赏你 而且很多事情是以你最优先来考量 他愿意帮你介绍 或者是接受你的服务 即使你有碰到什么困难 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讲 我的价格比较贵 他也愿意跟你来往 你卖的东西他都相信 那最后一个 爱上你 介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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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到满意你的时候 他就已经心里是爱上你了 只是说 我们在讲的开玩笑讲 就是说 介绍你就是说 他为你着想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帮你介绍 推卸给其他的朋友 他身边的人 尤其是 越亲近的友人 亲人这样 而且会从这里面得到快乐更满足 所以 做一个愿意在六个层次 如果你分辨不出来 每一个层次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在市场上做优秀很久 然后我也带业务带很多 我看过千千万万跟Sales 我觉得80%就挡在第三个 挡在第三个 然后呢 另外 挡在前面三个 就认识你 听过你到接受你 80% 那后面 第四个 就是满意你 到指定你 到介绍你 其实就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 那另外就是 第三个部分就跟他讲 比如说 因为我们在谈百万代保益 如果这个基础的东西 我们没有去理解的话 他会觉得实在是 啥不 根本不知道 头绪在哪 我们来看 有七个 七个角度里来看一个黑卡 比如说你看上去 如果你 我们互相见面 我们这样看上去 你会发现这个人 就很有自信的眼神 行为也是 那他说起话的时候 你会感觉非常的热忱 很诚恳的感觉 那他在想事情的时候 他想的大部分都是很有正面 而且有兴奋的感觉 那他做起事来 你会觉得 他有一种超知在我的态度 而且非常认真执着的感觉 你会感觉他很有power 就是超知在我 一切超知在我那种感觉 但是有些时候会出问题 他出问题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非常勇于负责去面对 而且不断的找出解决的力量 那如果来谈谈专业 其实没有人说他是最厉害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行为里面 就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表现 卓越的表现就是说 我今天到这里 我明天要比今天好 我后天要比明天好 今天要比昨天好 他那种态度是很明天的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说以他的绩效或者贡献来讲 他其实是建立在团队的共荣的基础上 所以我说看上去他也有自信 说起话就很热忱 讲事情是很正面的 那做起事情是超知在我 出了问题他就勇于负责 那他的专业是不断的追求卓越 那最后一个就是他讲 就是他的绩效是建立在团队的墙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回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当时是从百万到百万 其实百万是一个销售很基本的任务 那我过去在联想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的是B2B B2B是绩效商 所以绩效商的量是比较大 不是个人销售的领域 所以做百万两百万 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是有可能 那后来你会发现 因为加算公司成长很快 然后我们代理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每个产品的占价又很高 所以很快就有千万的销售出现 然后最后因为像 参坤是我们那时候我的客户 参坤他一个月可以客户买一亿以上 一个客户单家 客户就可以买一亿以上 所以我们有销售就可以算是 一亿万以上的销售一个月 如果是一年下来他就实际二十亿 所以有可能 所以当然这个百亿指的是我的团队 我当时带的团队 就是有很多的sells在里面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我应该是负责200亿 那就是我的团队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聂老师 你刚刚说到 七十几年的时候大家薪水都很低 然后呢就是也有很多人在做业务 那个时候也是社会发展很很蓬勃很兴盛的时候 然后其实就是说台湾钱淹角木的时候 很多人靠着业务赚到了钱 另外呢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东西跟现在 其实有一点可以比拟就是 那个时候的股市不是很热吗 聂老师那时候没有想说 哎我想要赚钱 然后我薪水这么低 然后我就去股市试试看这样子 我没有勒 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这样说 我始终相信 如果一件事情 你没有花时间去study 就是说你不够研究 你对这个领域不够清楚 不够专注 不够有心得的话 那其实他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 这个我们有时候去澳门去赌博 是乱押的 你是乱押的 那我不太 就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 我虽然身边朋友很多人去投资股市 可是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兴趣去研究 当时没有去研究 我主要是我太投入我的工作 我自己学的 所以我既然没有在研究股票市场 那我去投资股票市场 那不是等于是 打水押 随便押 在打水跳 因为一个你没有专心去研究 没有心得的东西 不太有可能有好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人上去有人下来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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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在看这个聂老师聂继成老师这本书 从百万到百亿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面呢都是每一个篇章 是有一个故事 然后带领了后面老师想要讲的 那其实刚刚这个精华部分呢 聂教授已经跟我们讲了 就是包括A咖业务员当中这七个特点 在书当中的一开始序言呢 老师的积序有说这个前面的故事 你可以轻松看 后面的这些要点跟方法 你可以仔细看 然后想办法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也许呢 我们都不是Sales不是业务 但其实我就把老师就是前面讲的 这A咖业务员的七个要点 我是把它直接放在投资方面来看 也就是说在信念上面 我要知道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我进场我就是要A 然后我要充分的准备 我要前置作业 然后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呢 重点是我要敢下注 我要敢参与这个市场 然后我要不断的去学习去精进 以及呢我的停损停力点必须要有纪律 还有就是应变 像最近的这些大事件 我的资讯资讯的累 知识跟资讯累积够不够 然后遇到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及时反应 以及到事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来检讨我的这个整个步骤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A咖 A咖这个业务员是可以 可以就是复制 可以就是放在不同地方去 套用在很多地方 做学习做运用的 我觉得非常的棒 没有错没有错 对啊 放在很多地方 所以今天真的 你真的有看耶 哈哈哈哈 有看有看有看 我还我还写了一篇网制啊 今天访问完老师之后 就會發表这样子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这个 能够跟王者教练可以 没有办法见到面 是有点可惜啦 但就只能透过电话来聊天 如果你愿意下次再约吧 有机会的 另外呢也提供大家 就是如果你想要见这个 王者教练的话 老师刚刚有说是B2B的嘛 所以呢 如果你的企业团体购书 你满100本以上 哈哈哈哈 聂老师免费演讲一次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可是最近可能就差点替棒啊 哈哈哈哈 就是没有办法聚会 排成排到后面去这样子 对只能延期啦 对啊 很感谢大家 也感谢你们 所以今天要谢谢王者教练 聂继承聂教练了 谢谢教练 好谢谢 谢谢马可玛丽 好谢谢 拜拜 今天呢 各位朋友们有意思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王者教练的聂继承的这一本书 就是从百万到百亿 金牌业务90%的成交数 销售绝学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呢这个访问完了聂教练 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某一次我去听一个汽车销售女王 然后我就想说 不会是 嗯 莫非你是在讲我们的 娜娜娜娜娜娜姐吗 是她吗 应该是啊 哇 应该是吧 然后所以刚刚呢 在跟这个聂教练说再见了之后 跟玛丽呢我们就在 好好的比较一下就是 王牌业务 对两位王牌业务员当中 因为娜娜娜娜呢她面对的是 B to C嘛 嗯 就是面对的是我们大众一般消费者 嗯 那聂教练呢她带的团队是B to B的 是对这个公司客户的 嗯 但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 嗯 一样的特质 就一般呢我们会想说 业务员要联牙立直 业务员要反应超群 所以呢就应该讲话非常的快速 嗯 但其实在两位超级超业当中 他们并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他们都是反而是 呃我们把问题丢给他之后 嗯 你会听到一个很明显的 小小的停顿 因为他们在消化跟想说 我要怎么样回 才可以回的比较 他们要回击那个球要回的漂亮 对他们的那个回击的点 都要打在网球拍的甜蜜点上 对对那个回击才会有力道 然后是真正可以回复到我们的问题的 像因为今天是用电话连线嘛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这个频率 会有点对不太到 那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问了这个问题说 想要请聂教练 从从小到大就是你的职业 你的career path 然后你从譬如说念什么开始 然后玛丽呢就觉得 哦怎么隔了这么久你还没有讲话 所以马上就丢了一个问题给你 对对因为玛丽可能觉得 这个教练可能是不是不知道 从何开始讲起 所以马上就丢说 那你小时候个性什么样的人呢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这个 他又醒过来了 教练就会说 因为他已经在准备前面一个问题 然后又接到下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多问了一句说 那我到底要先回答 哪一个 前面那个还是回答后面那个 所以他是真的随时随地 信念的三个耳朵都打开 哈哈哈 他就是随时随地在听事情 忘了问他 对啊 随随在听在接收 然后在process 然后可以希望可以真正可以回答到 就是你丢给我的疑问 我回去之后我要对点 嗯 我不要就是 我不是急着回去就好了 然后回个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不是那种 可能跟我们主持节目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强调是要补白 但如果呢 你很认真的就是为我们的话 然后做逐字稿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的补白欲 废话 没有意义的 对这些回来都听起来说 就是会让人听起来说 哇很流畅 �도不让你一直讲 但其实中间 hook 有很多是我们已经 养成的习惯是 让大家听起来很顺畅 但其实那不是重点 然后那个也没有 什么 疾忆点的东西 好的 所以2点45分 今天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 一起啊 超百万到百亿 我们的身价 超这边迈进吧 最后几个最简单的最重要的recap 其实就是关于纪律这件事 因为我们人其实都对自己太好了 太懒惰了 其实那些也不是说就像你说放在投资上面 然后也不是业务 其实你就是在经营你这个人 那些法律就用在你的人上面 都是行得通的 没错没错 就是好好的鞭策一下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纪律的人 有什么好分担那些我不知道的事 埋藏的好生那些消失禁忌 曾经被禁止讨论 被消失的人不知他们下落 无辜的民众被莫须有的罪名嫁祸 但要追求真相的背后是整个结构 有算计和权谋也有哀求和胁迫 不要胁迫 把问题归于本省外省 对生活过不好的百姓政府就是外人 诚意抓事严只是赢爆点 其悼念 勿忘而而八复而磨杀曾经的浩劫 今天呢因为疫情 应该说这个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YouTube上面呢 很多的YouTubers们也开始 就是做了一些有趣的串联 包括像是The Doodoo Man 他会说每周呢星期几星期几的中午 然后每周的星期几的晚上 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运动 运动直播 百灵果也做运动直播 然后上班不要看 对上班不要看 呃呱吉还有汤马士 然后他们整个工作团队呢 也做了一整个礼拜的 就是你可以从早上10点 配到下午6点的直播陪伴 对啊那今天呢 其实就本来应该要轮到小欧啦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小欧可能有些事情 所以变成呱吉上阵 然后你就看到真的很多人在看呱吉直播 真的很多比他 甚至比他在晚上的时候还要多 是哦 对啊 只是 他一开始开这个的专案的目的是希望陪伴嘛 就是希望就是 我就放一些歌啊 让你开心啊 然后陪着大家一起工作啊 这样子 可是呢好像就是你知道搞得有点太盛大了 真的很像在做广播节目 所以他就是很专心在面对大家了 不是一个就是所谓就是我开着我的萤幕 对对对对我本来应该以为是就是 我的日常工作 大家的日常工作 然后只是开着陪伴而已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办法 你一开以后 其实你整天就 就有职业病吗 你整天就废掉啦 对啊 你就一直在放歌 放完歌以后 然后跟大家解释 然后有时候念念这个直播留言 这就是直播主啦 哈哈哈哈 这不是这不是陪伴 我就有点觉得哦这个 就是担心他们的一天这样耗掉 但是真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有人陪伴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但不要再抢我们电台生意了 需要陪伴打开飞碟联播网吧 主持人们的声音 先讲 我们先讲 看 wir 然后再讲 好 我们先讲 就给我们 你们よい 已经 跌一跤 明明自己设定的密码 忘了第几遍 眼睛睁得手电筒 等跑看有没有天 想见白了爱我的男人 来到我眼前 我说这样吧 只谈朋友吧 然后继续放弯 抱怨真爱总和我无缘 对我好的我对他咆哮 对我坏的我只可以 渺渺梦摇 太迷恋我的外表 爱上我什么 你真的太多 牛子眼泪眼睛 有风声爱上 我是百分百月 是多谢你想要 可爱是你应该避免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我奔到自己都想笑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不走路也能跌一跤 Can you protect me Can you protect me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想要好 Zither Harp 本来呢想要偷偷就是连线一下这个上班不要看就是看看呱吉直播在干嘛就发现哎他现在好像真的在讲公事哦是认真在聊公事了旁边有人告诉他说老板最近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访问啊然后什么样的工作啊等等的公事可以这样直接大啦啦讲出来哎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深夜吹着风凌晨两点钟穿西装大铃代替着No我已经下班八个钟头 四年前来台北以为是个冒险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冲过怎么都没冒险的感觉 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即见他不断移动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一间加油站一间中一针锁一只黄金两只鸡娃娃偶尔会认出两个明星或装饭一杯咖啡追赶跑掉藏促的有点好笑仿佛被你带绑住往前一只垃圾是他仔细检查东西还是一直忘了还是忘了还是掉了还是忘了还是掉了嘞 就这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曾在某台行车记录器里程温摔倒个稍微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出车退明天休假 想说在外面再多婚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案重新整理他好像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长远回吧 让我们手紧着手不用分享迷你乱唱着个爸爸来吧 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得家 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他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远环又过了一个远环 又过了一堵高架桥过了一堵高架桥过了一堵高架桥过了一堵低下道 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远环又过了一个远环 又过了一个远环又过了一堵高架桥过了一堵高架桥过了一堵低下道 又过了一堵低下道过了一堵低下道 又过了一天然后又过了每天同样的地点每分每秒都跨过以前 跨过的突发状况渐渐变成了历练 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就练习笑脸走出洗手间他手线打开超粮式紫禁 在生活中这逗点算是快乐的事情 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台wish比较有希望 在这间草场他们快速特责便当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唱远回吧 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迷你乱唱着歌巴巴拉巴 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家 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唱远回吧 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迷你乱唱着歌巴巴拉巴 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家 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低下道 2点55分又过了一个小时 预告一下待会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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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时间啦 欢迎你准备好你的青春故事 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23639955 分享给大家啦 我说下个小时啊 现在马上就有电话 他是要卡位的吗 不是吧 我有电话我就接他就挂 i care for you baby i pray for you baby i care how you feel inside 我知道不容你 我知道我们都只爱自己 每个人都在下雨天崩溃 但没事的没有人会看见 i pray for you tear Oh 辛苦的人都流着憨睡 但没事的总有人会看见 因为 I pray for your tears I pray for your tears I care for you baby I pray for you baby I don't for you baby 我知道不容易 不知道我们都只爱自己 我知道 我知道 I pray for your baby I pray for your baby Oh no 我知道不容易 每个人都在下雨天崩溃 但没事的没有人会看见 因为 I pray for your tears